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4月24日的赛事有两匹马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在说这两匹马之前 首先我要在这里恭喜上一次赛事4月20日谷草野菜 有不少的职业绑剧针票专业品的用者 参考了我们三场的过关词 而能够找到吃的 这一天我们其中一场的过关词就是第六场 而这一场我们推介的胆就是水箭龟和承受力马 而结果水箭龟是跑第一名5.7倍 而我们的一拖三也是串Q了 因为第二名是西利哥 那么这条Q是派324.5的 那么另外一场 第八场的赛事 我们推介的胆是人进天下 那么结果是人进天下跑第二 而同包装风云 那就是一拖三是串Q 也都是中Q的 那么这条Q是派76元 那么就有不少的用者 就买了这两场的二穿一过关 有些是买一拖四 有些是买一拖三 一拖三只需要90元的本 那么这两场赛事 顺利过关是收2400多的 那么就有很多用者 在这两场赛事是有收获的 那么我就在这里恭喜这帮朋友了 那么当然也有几位的用者 这一天是大丰收的 因为我们第五场的另外一场高关长次 虽然电路7号我们拼冷 这一批就没有了 放不出来 但是可以做胆的第二批马 令财 这一场是赢马的 那么也有用者就持有令财胆 主要原因就是这批马是排内档 所以这两批马都是冷的 所以有不少的用者也持有令财 就去拖另外那四批马 结果令财就跑第一 快一步就跑第二 这条区是派369元的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 其实是过了这三场的 Q果关是卖三穿四 5元一注成本是586元 是收5万多元的 那我就在这里恭喜这帮朋友了 那么当然了 这场赛事也有用者持有令财胆 买三龙彩 将这批的令财牌第一第二 是拖四批的 10元一注成本284元 那三龙彩其实也是中了 是收三千多元的 因为跑第三个是华丽活力 就是在一拖四里面 华丽活力也是在一拖四的其中里面的 OK 那这一天有不少的用者 就参考了我们三场的主力场次 而有斩我的 那我就在这里恭喜这帮朋友了 继续努力 继续用这个方法 以后你会有非常多的机会 是重复命中的 好了 说回今天的赛事 第一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二场四批田草千亿米的四号马 风继续吹 为什么这批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二场的实力马看 你会看到这场赛事 近两仗的同情实力马数目不是很多 只有三批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跑A跑道的田草千亿米 排内档 没断懂得加速的同情实力马 是最值得留意的 因为这类马排的档 是一个形势有利的档位 而这场赛事这批风继续吹 就正正是这类马了 它是排内档 它是没断懂得加速的 另外两批的同情实力马 由于全部都是排外档 所以形势不是那么有利的 形成这场赛事 第一,对手少 第二,同情实力马排的档 在外档不是那么有利的形成 这批风继续吹 在这场赛事 由于它排内档 所以这批马的形势是非常有利的 当然了,如果你看这批风继续吹 其实它是一批刚刚起步的 质身马 大前仗和前仗 全部都在同情进入 上仗跑第六 其中一个原因 相信跟那批马段没得望空有关 这批马配上雷神 也是Top2的骑士 而且排内档 所以它是有较大的机会 可以跟在较前的位置走 而这批马没断游 懂得加速 所以在这场赛事 这批风继续吹 其实是一批 这场实力较为突出 和形势较为有利的同情实力马 如果你喜欢这批马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这批马来做Q胆 拖几把配脚买Q 或者将这场赛事 作为你Q过关的其中一场 而今天第二批值得留意的马 是第十一场 以班田草千叶米的三号马 风火战区 这一场也是短途的千叶 即是排内档 每段式的加速的同情实力马 是优先值得留意的 如果你去实力马那里看 而这批风火战区正正是这类马 他上仗在以班轻盛这个路程 对不对? 而这次也是排一个有利的内档 这批马是懂得加速的 OK? 上仗这批马出闸其实是慢了的 跑短途千二万闸 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结果他仍然可以非常轻松的赢马 证明这批马的实力 是现在的二五评分 是绝对不可忽略的 OK? 当然了 加上他今次在A跑道 又是排内档 而且他是目前懂得加速的同情实力马 所以这批马的风火战区 如果你喜欢这批同情实力马 你也可以考虑 拿他来做Q胆 拖棋不配叫做买Q 或者将这场的赛事 作为你Q过关的其中一场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教你减马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OK? 当你有这个表的时候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马 所以建议你将你所学的减马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这样做 结果是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实力的冷马 OK?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不知道怎么去选马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redenBreden Channel里面的 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选马秘谓的片 记住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关于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实力冷马的方法 和你可以学到怎么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束马 OK?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片 当然啦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牌团 计算表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表了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那样 可以轻易选出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马 OK? 当然啦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的方法有兴趣 那我当然就建议你在这里 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明天有新的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 OK? 同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简马的知识方面 有帮助的话 那就 麻烦在这个位置 不断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啦